第587节,1971年7月28日,星期三,晚9点17分 当然,这外在的宗教剧是不断在开展的内在精神性实相之不完美的代表 这些各种不同的人格,在宗教历史里的神明与先知 他们吸收了居住在某一段时间的人们所抛出的集体的内心投射 这种宗教剧灌注并指挥内在实相中必须以物质来代表的那些面 并且希望能澄清它们 这些系不仅出现在你们自己的系统里 也有很多投射到其他的实相系统里去了 不过,宗教之本身永远是内在实相的外在表象 其实,只是原始的精神存在才赋予物质存在的意义 以最真实的说法而言 宗教应包括人在寻求意义与真理的本质时所有的追求 性灵上的追求不可能只是某些孤立的专门的活动或特性 外在的宗教剧的重要性和价值 依赖它忠实地反映内在而私密的精神生活的本质的程度 只要一个人感觉他的宗教表达了这种内在的经验 他才会觉得它是恰当的 可是大多数的宗教,就其本身而论 把某些类别的经验设定为可容许的而否定其他的 他们限制了自己 把生命的神圣性的原则只应用在你们自己的组类上 并且尝试应用在其中非常有限的集团上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教会能表达所有个人的内心体验 从来没有任何教会发现他自己能有效地削减其成员的内心体验 他只是表面上看似做到了 被禁止的经验只会被无意识地表达出来 积累力量与活力而上升,形成一个相反的投射 从而形成另一个更新的外在宗教剧 这些戏本身的确表达了某些内在实相 而对那些不信任和内我直接接触的人 他们被用作表面上的提醒者 他们会把象征认作是实相 当他们发现不是如此时 他们觉得被出卖了 基督以负与子的说法来讲 因为以你们的说法 在那时候这是所用的方法 他说这个故事已解释内我 与着活在肉身中的个人之间的关系 没有任何新的宗教真的会惊吓任何人 因为其戏剧已然主观地在人心中演过了 当然,我所说的对佛陀与对基督一样的适用 他们两个都接受了人们的内心投射 而后试着具体地代表这些 可是,他们比那些投射的总和还要多 这点你们也应当了解 回教则远远不及 在这例子里,投射是以暴力为主的 他们的确近乎是净由暴力与流血来受洗 及与神沟通 相比之下,爱与亲情变成是次要的了 在这些持续的外在宗教剧里 希伯来人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 他们的异神概念对他们而言 并不是新的 许多古老的宗教相信超越 所有其他之上的一神 不过,这个在所有其他之上的神 却远比希伯来人所追随的神要温和 许多部落相信相当正确地 充满在每个生物之中的内在灵性 而他们常说到,好比说在树里的神明或花中的精灵 但他们也接受一个涵盖整体的灵的真实性 这些叫次要的精灵只是他的一部分 而全都和谐地一同工作 希伯来人构想了一个督导神 一个愤怒、公正而有失残酷的神 于是许多支派否认除了人之外 其他的生物还拥有内在灵性的概念 早先的信仰则为内在实相的一个好的多的代表 在其中,人观察自然 让自然说话而透露他的秘密 然而希伯来的神代表了一个极为不同的内心投射 人越来越知觉到自我 即一种凌驾自然的力量质感 而许多后来的奇迹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 以至自然被迫以不同于常态的方式来行动 神变成了人反抗自然的同盟 早期希伯来的神变成了人的脱了江的自我的象征 神的行为跟一个被激怒的孩子完全一样 如果这孩子有那些力量 以雷霆闪电与火来对付他的敌人 毁灭他们 因此人正在露出的自我带来了情绪上 与心理上的难题与挑战 与自然的分离感更增加了 自然变成了对付别人的工具 在希伯来的神出现之前不久 这些倾向已很明显 在许多古老的现已被遗忘的部落宗教里 也有向神奇求助 使自然与敌人作对的事 不过在此时之前 人觉得是自然的一部分 而非自其分离 大自然被认作是他自己的一个延伸 同时他又感觉自己是大自然的延伸 那样说来 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当作攻击自己的武器 在那个时候 人跟马 树 蜘蛛的精灵说话谈心 知道在其背后的内在石像里 这些沟通的本质是被知道与了解的 在那个时候 人们不像你们现在这样怕死 因为大家都了解意识的周而复始 在一方面 人渴望走出他自己之外 走出他的心里存在所居的架构之外 去尝试新的挑战 走出一种意识模式 而走入另一种 他想要研究他自己意识的过程 在一方面来说 这意识只远离 那给他宁静与安全的内在自发性 在另一方面 在他来说 这提供给他一种新的创造性 就在这个结构眼上 内在的神变成了外在的神 人试着形成一个新的领域 想获知一个不同类的焦点与觉察 他的意识转了个弯 转到他自己外面去了 为了要这样做 他越来越不关注于内在石像上 而因此开始一个过程 内在石像只被当作 他向外投射到物质世界的样子 之前 人和所有其他生物 明白他们内在的统一性 毫不费力地创出环境 再去感知它 为了要开始这新的冒险 必须假装这内在统一性并不存在 否则这种新的意识 总是要跑回他的家 以求安全与慰藉 因此 似乎必得切断所有的桥梁 同时 当然那只是个游戏而已 因为内在石像永远在那 这种新的意识 非得故意不去看他 才能开始维持一个独立的焦点 在此我多少是以历史的说法 来说给你们听的 不过你们却必须了悟 这过程与你们所知的时间 完全无关 这种特别的意识上的探险 以前曾发生过 以你们的话来说将会再发生 可是对外在宇宙的感知 于是就改变了 在那感知者看来 他好像是陌生 而与自己分离的东西 因此 神变成一个投射出去的概念 与个人无干 与大自然也分了家 他变成人的 正在浮现的自我的反应 带着他所有的光辉 野蛮 力量 与统御的企图 纵然有其明显的不利 这个探险却是极富创造性的 代表意识的一个进化 丰富了人的主观经验 而的确增益了 实相的幅度本身 可是 为了要被有效地组织起来 内在与外在经验 就必须表现为分开的 不相关联的事件 历史上来说 神的特性 随着人的自我的改变而变 不过 自我的这些特性 是被强烈的内在改变 所维持的 内在特性 这种最初的向外推进 而形成自我 可以比你为 无数星辰的诞生 一件起源于主观层面 与内在实相之内的事 而产生了不可测量的后果 自我由内而生 因此必须一直夸耀其独立性 同时又不得不维持 对它的内在根源的确信 自我对它的处境感到害怕 恐怕它会落回到 它所来自的内我 但它的出现 给了内我一种新的回馈 内我不只可以 由一个不同角度 看看它自己 而且经由这个新角度 内我可以瞥见 它以前所不知的 种种发展的可能性 以你们的话来说 到基督那时候 自我对它的地位 已很笃定 因此投射出的神的画面 也可以开始改变了 内我是在一个 不断成长的情况 因此每个人的内在部分 把这知识向外投射 这种需要 人类心理上与精神上的需要 要求内在与外在 两方面的重大改变 本来被埋没的 慈悲与了解的特质 现在能露面了 它们不只是私人性的 并且是整体性的勇气 增加了一个新的原动力 并带来了一个自然的新方向 开始将它所知的 它自己的所有部分 召唤到一起来 因此当自我认知 它对内在实相的依赖时 人对神的观念开始改变 但这场戏 必须在目前这架构里解决 回教教义 基本上是如此暴力 就正因为基督教教义 基本上是如此温和 并非基督教教义 没有混合了暴力 或回教教义 完全缺乏爱 而是当心灵 在其发展过程中 与它自己斗争时 否认某些感觉与特性 而强调了其他的 因而历史性宗教的外在戏剧 代表并追随这些 内在的渴望 奋斗与追寻 所有现在所给的这些资料 必须与以下的事实 一同考虑 即在这些发展之下 有一种力量 其永恒的面貌 与创造的特性 是不可否认 而又切身的 换言之 一切万有 代表我们全体 从之原初的实相 一切万有 按其天性来说 就超越了行动 意识 或实相的所有次元 同时 却又是它们每个的一部分 有一个面孔 在所有面孔后面 这却并不表示 每个人的面孔 不是他自己的 我曾经谈到过的 再进一步的宗教剧 在你们说来 还未发生 代表了内在与外在戏剧 两方面的 另一个阶段 在其中露出的自我 对他的遗产 变得觉察多了 在维持住 他自己地位的同时 他将能与自己的 其他部分 有大得多的交往 而且也提供给 内我觉察的机会 那是内我 靠他自己所无法获制的 因此 神明的旅程 代表 人自己向外投射的 意识的旅程 可是一切万有 是在每一个 这种探险里的 它的意识 它的实相 在每个人之内 也在人所创造的 神明之内 最后那个词用小写 而神明永远应该 用小写的 一切万有 才是大写的 自然 神明获得了一种 心灵的实相 我并不是说 因此它们不是真的 我却多少 是在给实相的本质 下定义 在某种范围内 以下的说法是对的 小心你们所选择的神明 因为你们将 彼此互相加强 这样一种神明 和人的联盟 建立了某些引力场 一个执着于 某个神明的人 必然大半是 执着于他自己的投射 在你们来说 有些投射是创造性的 有些是破坏性的 虽然后者很少 被人认知为如此 可是一切万有的 开放观念 却把你 由你自己的投射中 大大的解放出来 而让你 与你所知 实相背后的灵性 有一个更有效的接触 在这一章 我还想提及 其他贴切的几点 世代相传下来 一些古老故事 说是有各种的神明 和恶魔守卫着 所谓到其他 实相层面 与其他意识阶段的门户 灵界被整齐地安置好 标上了数字 并加以分类 在进入之前 要通过考验 还有应当奉行的仪式 其实 这些全都是 极为扭曲的说法 想要如此严密 精确地表达 内在实相的任何企图 注定是失败的 极度误导的 并且以你们的话来说 有时还很危险 因为你们的确创造 你们自己的实相 并按照你们的内在信念 活在其中 因此 也要小心 你们接受的那些信念 让我利用这一刻 再说一次 并没有魔鬼和恶魔 除了你们的信念 创造出来的那些以外 如前面提到过的 善与恶的效果 基本上是幻觉 以你们的话来说 所有的行为 不管它们看起来是合性质 全是更大的善的一部分 我并不是说 一个好的目的 能使你认为的 一件恶行成为合理 当你仍接受 善与恶的效果时 那你最好还是选择善 我是在尽可能 简单地说明这个 可是我的话语背后 有深奥的复杂性 只有在你们自己的 实相系统里 对立性才有意义 它们是你们的 基本假设的一部分 因此你们必须 把它们当作 基本假设来看待 可是它们却代表了 你们不了解的 深奥的统一性 你们对善恶的观念 大半是来自你目前 所采用的这种意识 你感知不到全体 只感知部分 意识心 以一种迅速 狭隘却强烈的光 集中焦点 从一个特定的实相界 只感知到某些刺激 然后它把这些刺激 放在一起 连接了所有相似的东西 而任何不被它 接受为实相的 一部分的东西 它都感知不到 于是 对立性效果是 欠缺感知力的结果 既然你们必须 在如你感知的 世界里运作 那么对立性将会显得 是存在的条件 可是这些因素 是为了某些理由 而被孤立出来的 你们在被教导 你们也正在教自己 去处理能量 去与一切万有 一起变成有意识的创造者 而发展阶段 或学习过程之一 就包括了 将种种对立 都当作是实相来处理 在你们来说 善与恶的概念 帮助你认识存在的 神圣及意识的责任 对发展中的自我而言 对立的概念 也是必要的指导方针 内我对统一性的存在 知道得很清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